阿罗哈,我是李星勇 我今年25岁,去过101个国家 伊拉克,乌克兰,阿富汗,索马里 暴乱中的南美 这个战斗场景 是我在所有现实,媒体,甚至是吃鸡里 见过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一座房子,倾泻万发子弹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震撼 我们从阿富汗北部 前往坎达哈的路上 会遇到无数的战争遗致 而有一个地方,却让我心头一震 然后现在路过一个房子 看这个房子上面已经遍布弹孔了 各种各样的子弹 各种各样型号,各种各样口径 它屏下边,连屋檐都有很多向上的弹孔 看到 有些挂上的很深 这是无数发子弹,上千发 遍布在整个房子的周围 内部的话也是 这里面感觉是有点阴森,我怎么感觉 已经是满屋窗椅 这个是多少发子弹打成这样子的 而且,看得出这边雷起了土墙 然后这边把一个明载 把他们做的妖宝 激烈的交战已经把这个位置已经熏黑了 无数个子弹里面的火药把墙熏黑了 这是打了多少发子弹才会熏成这样子 连做烧烤把屋顶熏成黑色都需要时间 何况是子弹呢 屋内的这些子弹,这些子弹可能是外面窗户能射进来的 这说明他们打进来了 打进来,而且在屋内进行了殊死的抵抗 而且内部的人没有投降 外部的人依然强势进行动 如果说不出塑料的话 可能这种交战程度 然后这种硝烟状态 可能内部的人他已经全军覆没了 客厅不算什么 进入了卫生间才发现 那是噩梦,那是屠杀 这是卫生间 也是累起了特别坚固的公式 这一排子弹 这一个小房间里面 上百发子弹 抛杀在这里 这里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天知道经历了什么样的地狱 这简直是阿富汗的修罗场 这个里面有一发生锈了的子弹 试试看能不能把子弹抠出来 没有办法 这个子弹卡得太结实了 很深的很深的嵌在里面 然后,哇,这里有二楼 哇,二楼的战化更惨了 它怎么样强也没有了 你看地下的专利 这个是被LPG红下来的 我算是一个小剧迷 比较想知道二楼的状态 叫了隔壁老王给我打人T 你怎么这么激烈 二楼更别说了 有了的啊,我跟你说 你很慢 你又不走 有问题吗 这鱼 你学的 不是 你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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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 无数数不清的子弹 我只能说一遍一遍重复子弹 但如果说当时你身处这个位置 那你的内心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煎熬 这边简单搭了一个土的一个防御攻势 里边是小的编织袋 火了泥 然后垒成了一层一层 原来这可是路边的一个好房子呀 战争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有多少生命抛洒了在这些地方 我能想象到困兽之斗的煎熬 也能想象到失去家人的悲哀 仿佛能看到眼前泪水的滑落 也能感受到做上了最后一刻的那种决心 最近读了一二十本中国书籍 越发觉的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 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没有永远的和平 战争会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到来 而我们也要做好保家为公的准备